大家好 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崩坏星穹铁道银姿 拳王最细 最拳 最宏大攻略 配对光追仪器配处材料中无望却之庭1.55数 崩坏星穹铁道复刻银姿 抽取建议技能Bn面板美行技加点星魂光追仪器配对 角色升级不让光升级行技之一的材料的连你斩速 有需要的可以暂停查看一下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部分 有声发号普攻 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等头与银姿 一定攻击力的物理属性障害就没什么特别之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战绩 对敌方全体造成等头与银姿 异质异攻击力的物理属性障害 唯一普攻不同的就在于 一不是单起一不是全起 我们空中塔会使用战绩来为我们大骄傲 来充能量 普攻一般是不使用的 在下面我们看一下他的核心 也就是他的终结戟 消耗90电门能量 对敌方全体造成等头与银姿 一定攻击力的物理属性障害 并且呢 他消耗180电门能量 还能够对敌方全体造成等头与明知280%攻击力的物理会议探 并且呢还可以额外造成六四超海 每次超海对敌方随机单体造成等头与银姿攻击力的物理会议探 那么这个中敌直接代表着他批储存大招 他的满能量大招是180点 然后我们到90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释放一盆大招 所以我们也能发现他的动画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一神大招 获取之后是不对花瓣进行一个斩击的哦 然后我们的二段大招释放完成之后 会对我们的花瓣进行一个斩击 我们也能够发现这个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这里我们要找银芝的核心 就是它的终结剂 主要的输出也就来源于终结剂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的天法 释放普攻看击终结剂的时候 每命动一个敌方单位都可以为银芝回复三点能量 并且获得一层升格 每层升格使银芝的暴击率极高2.5% 最多迪加斯车也就相当于让银芝的暴击率 也能够提高60% 这个也是非常不得了的 极大的缓解了咱们富士地亚的压力 然后还可以让咱们额外的回能值的大招能量非常多 180减才能够回满 90点是小大招 180点是霸的大招 我们通过这个图标以能够发现 然后看到这个图标是有两层的 两圈 大家有没有发现 当它达到内圈满的时候 那么它就可以释放一段的大招 放它两圈全部满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直接释放二个人的大招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匿迹 双蜜就要进入一定区内的敌方 际入10秒的渲影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下敌方就不会主动攻击我们的 并且我们主动攻击敌方的时候 几乎战斗我还可以对敌方拳击 等同银枝80% 攻击力的物理复旋伤害 并且我们使银枝回复15点的能量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的银枝开局回复能量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BM面板要求 首先攻击力3000以上 暴击率60以上 有花火抓舞和伏旋的话 可以对应降低暴击率的要求 而暴值伤害160以上 越高越好 我们这里能够看到攻击力3000左右 然后我们的暴击率也是60左右 暴击率达了200的样子 所以说这个面板就完全合格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刑系一加点部分的内容 首先这里要注意 我们的补勾是绝对不让加的 注意额外的这些生命值 如果说你前击资源不够 一提展出不佳 其他全部都要加上去 然后那就是额外能力123 额外能力10 回头开始时立刻获得一层升格 我们更快地把十层升格给它叠满 然后那时候额外能量 在敌方目标进入战斗的时候 自身立刻恢复两点能量 那么这个在虚构里就非常好 因为在虚构里加要加的敌方之下 会不断地进入战斗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断地利用 这个额外能力来为我们回能 这样让它更快地开启大招 然后那是额外能力3 对敌方当前生命值 少许的50%的敌方目标 后我们的伤害还会额外提高 百分之数 就已经变到了 同体看来说 这三个额外能力都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这里我们再简单普通一下 赢支在虚构里是应该如何输出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并不需要把这两层大招都展满 而是我们分别去释放两次大招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90点能量 我们直接释放一段大招 一半然后释放完之后 又展到一段的时候 再去释放一段大招 盈之并不需求 我们非得释放180能量大招 相当于你可以把它当成什么 90能量的一个大招 阿神他还可以能量溢出 为我们自己处分起来 你这样理解 就不会觉得他的能量 有多么多么的刀了 所以说盈之在虚构里 我们要注意好了 90就可以释放了 不要等180 而我们在混沌里 如果说你还想要使用盈之 那么你90的能量 这个他的伤害倍率就不够了 我们可能就需要 展到180的能量 然后再进行输出 对敌方造成更高的伤害 比如说在混沌和虚构里 他的情况 使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虚构90就可以放了 而混沌如果说有大招 那么可能就需要180能量 再去放那个二段打造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星魂步伐 首先是一魂 每层升格使暴击伤害 额外提高4% 相当于提高40%的暴伤 横数值的一魂 二魂 同样的敌方标算大于零三个的时候 攻击力提高4%的持续一魂的时候 这个也同样的 在虚构你40%的攻击力提高 然后呢是四魂 升格回后开始 可以直接获得两层 那么这样好 我们升格可以更快的叠满 而且升格的省数 原先是10层 那么现在变成12层 相当于让我们的暴击率 额外提高5% 暴击伤害额外提高5% 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四魂 然后呢是六魂 虚构终结技使无视30%的防御力 我们能够发现 营资的一二二四六魂 全是素质 一点几次都没有 那么全都是让我们的伤害 变得更高的 下面为害小大队的光追 首先呢 专属光追 一样呢 暴击提高36%到60% 并且释放终结技能的时候呢 根据我们的能量上限 也就是180点 每一点能量 让我们的伤害提高 0.36%到0.6% 这个也是非常 契格营资的一张专属光队 下面呢 我们如果说不想出专属光队 同样我们也提起 次旋有益 紧元的专属 对吧 有用终结技 战技 增杀 有用 然后呢 至于这个绝佳风击伤害 那么这个就起伏效效果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四星当中的 大约法帮追 今日一色所拼一日 也是奔进我们能量上限 提高我们的伤害 但是这个只记录160点 总体下来说 副效率先大一笔 今日一时和平一日 我们还有别让世界静下来 天才们的休息 和我们新的 菲塔双电力的 不息的眼战 他们三个都可以 总体上来说 是这样的一个行形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你的 蝶影哪一张 蝶影更高 我们就选择携带哪一张 就可以了 那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 其余的黄追啊 其余这里 比如说机子的专武 这里是弱点 被击破的时候 它还有额外的增伤 所以如果说 对方有物理物理的时候 那么你如果说 有阴科铁道之夜 也可以选择携带这个 至于早餐的仪式感 一般情况下 都是你没有 不要睡醒下来 天才们的休息 以及以上的这些之后 那么你可以选择 携带早餐的仪式感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以气部分 首先是外全套装 这节目只推进 一个也就是四分 用物我都知道 还有多好 在虚构里 简直就是无敌 让我们释放 终结极朴行动 极限百个拉数 我们就既然说了 我们在虚构里 90能量就可以开大招了 然后呢 相秘敌方目标 回能 然后呢 敌方出场 还非一回能 对吧 所以说配携借格 之后我们 基本上 可以让我们的大招 不断的去释放 然后呢 还可以让我们 水棒大老虎 吃拉脚 什么内线 这边我们可以有两位选择 一个是汪兴 一个的萨 他们两个根据 咱们副指摇的优劣 然后呢 接近选择就毙了 哪个副指摇更优秀 就选择哪一个 主要是为了达到 咱们毕业面满的要求 对吧 然后上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部分 首先是绳子 充能攻击绳 只要你在虚构中 那么选择 充能绳 必带 如果说你像 凌子打混沌 那么一般可以选择攻击绳 球的话不武伤 衣服爆率爆伤都可以 这个一样 分离咱们毕业面满的要求 哪个不够 就优先带哪个 然后鞋子就是攻击鞋 不只要暴击率等于暴击伤 大于攻击率百分比 然后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 配率部分的内容啊 银枝单C 配合 亭银软 莓不罗尼 要花我这份鸟灯 辅助再带上一个生存味 双C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 银枝配上 我们即将出的翡翠 翡翠给银枝 花上收战源的状态 然后呢进行输出 我们要带一个 银鱼软 被不罗尼哈 否追尽鸟灯 辅助再带一个生存味 然后我们在虚构中 如果你的生存压力不大 我们就可以 以不带生存味 直接把生存味弃掉 然后呢 再多带一个服毒味 这里我们也搭了 两个经典的队伍 一个是银枝 情银花佛和霍霍 对吧 庭鹰和霍霍 都可以为银枝寄进充能 然后呢 可以把霍霍换成只根鸟 或者你没有只根鸟 换一软 梅亚或者不罗尼亚等等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里我们要知道 对于银枝来说 最佳生存味 那么一定是霍霍 因为霍霍的大招 是比为我们充能的 有霍霍优先带霍霍 那么这个队伍 就可以说是银枝 目前来说 有生存味的情况下 最优的队伍了 好了 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银枝的抽取建议啊 首先 插笔浪器拿下 不用多说 虚弱达崩满的玩家 那么银枝翡翠你 二选一 因为他们两个 同一时间段出了 他们两个选择 一个就可以了 虽然银枝和翡翠 他们两者 我们刚才也说了 可以互相搭配 但是没有必要 为了银枝去收翡翠 也没有必要 为了翡翠去收银枝 两得 选一个就可以了 当然 如果说你今天抽过银枝 这个翡翠卡 你又比较喜欢翡翠 那么你可以考虑收翡翠 如果说你之前 是两个 一个都没有的 那么只要二选一就可以了 然后专案我和命座方面 如果说非要都拿起新